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飛機已經有些東西損壞了 在這個沙漠裡 距離城市應該還非常遙遠 我必須靠自己修復 這度來說是一個艱困的任務 因為我帶來的水只夠我喝八天 第一天晚上 飛行員在檢查完飛機之後 就睡著了 但在接近清晨的時候 一個奇妙而且微弱的聲音 吵醒了他 幫我畫一隻羊 嗯 畫什麼 小朋友你是誰啊 小朋友你是誰 你怎麼會在這裡 好好好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 小朋友你到底是誰 這裡是沙漠耶 你 你 你只會說這句話嗎 嗯 好 請讓我畫一隻羊 我不知道怎麼畫羊 我會畫的東西 只有這個 我才不要一隻吞了大象的蟒蛇 蟒蛇很危險 大象太大了 我住的地方很小 我只需要一隻羊 你幫我畫一隻羊就好了 通常人在遇到一件神秘 而且不可思議的事情的時候 不太能夠抗拒 只能夠照做 好好好 我畫我畫 你的羊 你的羊 他生病了 這樣你也看得出來喔 好好好 我再試一次 他的頭上有腳 我要的是綿羊 不是山羊 好 我再試一次 你的羊 你的羊 哦 他太老了 這樣也不行 那樣也不行 你到底要怎樣的羊啊 嗯 請幫我畫一隻羊 好 你要羊是不是 我畫 飛機的引擎損壞了 然後我帶來的水只夠我喝八天 結果我在這邊幫一個奇怪的小孩 畫一個什麼羊 你要的羊在這個箱子裡 沒錯 這就是我要的羊 我需要餵牠吃很多草嗎 為什麼 因為我住的地方很小啊 我怕牠 不用啦 牠就只是一隻很小的羊而已 牠才沒有理錯那麼小咧 咦咦咦咦咦咦咦咩咦咦咦咦咦咦咦� sophisticated 你看牠就睡著了 只能透過和小王子的對話裡 尋找答案 原來小王子 是來自於一顆編號B612的星球 而後來 飛行員還知道了一段故事 一朵驕傲的玫瑰花 和小王子之間的故事